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卖的学院推出的安卓的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空间ViewPager实现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ViewPager是安卓的系统中 专门用于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的系统空间 在前面的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如何单独使用系统空间ViewFlipper实现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以及使用ViewFlipper和GestureDetector实现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本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ViewPager的用法 我们先看一下ViewPager的使用要点 在使用ViewPager时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包含ViewPager的一个布局文件 然后我们要定义进行切换的所有页面的布局文件 接下来把所有要切换的页面添加到ViewPager中 那每个页面所包含的一些数据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Adapt中 因此要继承PagerAdaptor 好,接下来我们就编写一个Demo来学习一下ViewPager的用法 编写的这个Demo的运行效果与之前我们学习ViewFlipper时所编写的Demo的运行效果是一样的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编写的Demo的运行效果 我们要切换的是五个页面 分别包含了就在每个页面分别包含一个TextView和一个图片 这是第一个页面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当然我们也可以向右切换 向右滑动进行切换 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ViewPager 来编写一个Demo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新建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Project ViewPager com.math.edu.activity 4.0.3 HoloLite 先加到MathEDU这个WorkingSense Next Next Finish 我们看一下使用要点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包含ViewPager的布局文件 首先把这个根标签改成ViewPager VuePager它是在Android的.support.v4.view Android的.support.v4这个support library中 因此我们要使用它的全路径名称 明明空间不变 明明空间不变 给它起一个ID 做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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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宽度和布局高度都是MathParent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包含ViewPager的布局文件 然后我们要定义 所有进行切换的页面的布局文件 第一个就叫ViewE吧 RouterElement是LinearyArt 它的宽度和高度都是MathParent 方向 因为我们每个页面都包含一个TextView和一个ImageView 方向就是数值的 然后给它定一个背景 我们也可以让这个图片作为整个LinearyArt整个页面的一个背景 而我们页面中的只包含一个TextView 我们就指定一个背景 图这里的图片呢就跟ViewFlipper中的这个图片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 之前用的图片拷贝过来 做一部 安卓的 安卓的一 里面包含一个TextView 里面包含一个TextView 给它取一个ID 所以这就叫TextViewE 它是Undroid的 是Undroid的 Layart Width 是 RapContent Undroid的 Layart Height 也是RapContent 他的文本 我们定义几个文本 留意 留意就叫留意 1,2,3,4,5 2,3,4,5 他的文本就等于 没有1 然后是 规定一个自己的大小 TagSize等于 30XP吧 最后再定义 对齐方式 Layer to gravity 等于 水平方向上中心对齐 好我们定义了第1个页面的 布局文件 然后 我们要进行切换的是五个页面 第三个页面 第四个 第五个 然后改一下 第2个页面的话 他的背景图片 然后文本 然后文本 把他的ID文本都要改一下 第3个页面 3 没有3 没有3 第四个页面 能够到4 还有64 没有4 第五个页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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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 我们要进行切换的五个页面的布局文件也定义好了 第四个页面 再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五个页面 添加到 添加到view 配置中 为了解析 所定义的五个布局页面的五个页面的布局文件呢 我们要定义 一个 Layout Inflator Layout Inflator Layout Inflator 他就等于get Layout Inflator from this 拿到这个解析布局文件的 这样一个类之后 这样一个对象之后 我们就 可以 分别解析每个布局文件 点 Inflator 他 点 Layout 点 view 这个 root呢 行到 然后 接下来 我们解析 剩下的布局文件 23 4 5 2 3 4 5 然后 然后把这 5个view 分别添加到一个arraylist中 作为adapter的参数 arraylist 你有一个arraylist 你有一个arraylist 分别把上面得到的5个view添加到这个arraylist中 reaylist theirad reaylist reaylist theirad reaylist theirad 在接下来我们就要给这个viewpager设置一个adapter 先拿到布局文件中定义的viewpager 然后给这个viewpager设置一个adapter 这个adapter我们要继承系统提供的pageradapter这个类 因此我们先要定义一个class 它要继承呢pageradapter这个类 它的名字是myviewpageradapter 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刚才得到的这个arraylist作为pageradapter就是我们定义了这个pageradapter的一个 参数因此我们先要定义一个一个实力变量list view arraylist 然后在构造方法中把这个arraylist作为参数 myviewpageradapter 它的参数是一个list 它的参数是一个list 就等于arraylist 然后除了重写这两个方法之外我们还要再重写两个方法 一个是初始化某个item的时候 再一个就是销毁某个item的时候 重写 一个就是销毁某个item 一个是初始化item 一个是destroyitem 在重写get count的时候也就是得到这个arraylist中所有的数数量 因此我们只需要返回arraylist的size就可以了 再重写isviewfromobject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得到这个对象它是不是一个view 我们只需要返回一个表达式 用来判断这两个参数是否相等就可以了 再接下来在初始化某个item的时候 我们要把arraylist中某个位置的这个view添加到容器中 这一个参数是容器 这是位置 因此我们要把addview 那这个view呢 它要从arraylist中拿到 然后参数是这个view在arraylist中的位置 然后添加到作为它的地点的原子 然后返回的呢 就是这个arraylist中的这个当前的这个位置的元素 在销毁某个item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view从container中移除就好了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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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arraylist .get 好这样我们自定义的这个pageadapt就定义好了 在调用setadapt的时候 我们要逆有一个myviewpageadapt 参数呢就是我们前面得到的arraylist 然后呢我们给这个viewpage设置第一个显示的页面 setcurrentitem等于0 这样我们运行程序后第一个显示的就是就是第一个显示的就是第一个页面 好我们运行下这些示例程序 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个页面 然后向左滑动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然后向右滑动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通过viewpage 来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好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